我們先壓蓋的朋友 還有在場來示威的朋友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喊幾句口號 政治篩選可恥 政治篩選可恥 抗議無理DQ 政治篩選可恥 政治篩選可恥 抗議無理DQ 抗議無理DQ 好 多謝這麼多的傳媒朋友 還有香港人 都是來到今天 我們這個候選人簡介會的場外 我們現在先交給 三位地區直選的候選人 就說幾句先 各位大家好 我是姚重爺 今次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加油 加油 今天是簡介會 但是大家看到過去的個幾星期 政府是透過用選舉主任 違法違憲 違反國際公約的情況下 是阻止公民行使參選權利 在我的個案 是更加用四條 政治審查的問題 所以大家看到 這一種違法的行為 我們正在與國際的團體 是商議怎樣在四月和年底的時候 去到聯合國國際人權 及政治權利公約會議 向全球反映 是正討香港政府的罪行 好 謝謝大家 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 我是柯樂軒 大家好 我很簡單 只是在這裡跟大家講兩點 第一 很多的參選人 今次是被選舉主任 來取消資格 我的意見就是 一個都業多 是不是 是 第二 就是我們見到 現在 整個的選舉制度 是禮賓惡壞 我們見到 選舉主任 好像我們 港島為例子 他過了選舉期 過了兩天 都還未來到 去講這個通知給我們 是令到很多的參選人 是人心惶惶 我等一下進去 我就是要找一個人 那個人叫鄧如欣 這個就是 東區民政事務署的專員 我就要執拗他 為什麼要取消 周庭的參選資格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范國威 我們今天來到 簡介會這裡 是要 和被政府 無理 違法 違憲 褫奪了 參選人資格 的周庭 站在同一齊 表達我們 對特區政府 這個做法的嚴重不滿 政府 打壓我們的年輕人 打壓民主派 強行去改了這個遊戲規則 本來透過選舉 讓民意 讓市民去挑選代議士 在議會裡面 監察政府施政 但政府 就要違法違憲地這樣 透過一個小小的選舉主任 去破壞香港人的選舉自由 剝奪了周庭、劉永康、陳國強 他們的參選資格 我們接不接受 不接受 反地叫 抗專權 反地叫 抗專權 所以我們要把握每一個機會 向政府表達我們強烈的不滿 我們不能夠接受政府這種 橫蠻無理 違法違憲的做法 所以我們今天站出來 表達不滿 反地叫 反地叫 抗專權 抗專權 好 好 我們在這裡 呼籲各位 繼續關注 是 由2016年至今 已經是有15位人士 是被DQ 現在不再是DQ4、DQ6 現在是DQ15 我們很希望 今天 無論是鳳華 還是選舉主任 都能夠有一個清晰交代 我們再喊幾個口號 我們候選人的團隊 就會正式入場 反DQ 反DQ 反人治 反DQ 反DQ 反人治 反人治 反對政治篩選 反對政治篩選 反對思想審查 反對思想審查 反對政治篩選 反對思想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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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三個候選人團隊 就會入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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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